美丽的妮可又来了 看她紧皱的眉头 就知道她现在遇到麻烦了 有哪个小伙伴愿意帮助这位可怜的寡妇呢 东方小伙对妮可说 现在罗曼带着工人离开了 必须要找财务胖子才能有办法 因为她知道一切 就这样妮可找到正在喝酒的胖子 胖子说出了妮可丈夫一支亏损的现状 她拿出账本 记录了所有的亏损和外面欠的钱 同时又拿出另外一本账本 这个是罗曼让她做的 这个里面记录了 罗曼通过偷偷卖掉主人的牛赚取的22万 妮可非常生气 她想要立马拿着这个账本去镇上 然后举报她 财务说镇里的治安官是她的亲戚 你告不赢的 妮可说 难道对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吗 财务说 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将你的丈夫的工作完成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野马正在奔驰过来 妮可立马出门查看 是帅气的杰克 他消失的这一天 已经帮他们把一群野马给赶回来了 妮可看到杰克也很高兴 他还以为这个男人离开了呢 没有想到去赶野马回来了 也许此刻妮可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计划 那就是一定要让眼前的这个男人 帮自己把牛给赶到港口去 如果他失去这次的机会 那么他就彻底完蛋了 妮可非常清楚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妮可立马呼喊杰克 让他过来 杰克第一句就问 罗曼去了哪里 妮可没有隐瞒地说 被他开除了 一听到罗曼被开除了 杰克彻底傻眼了 他对着妮可说 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糊涂事 然后问他的牛在哪里 妮可说被罗曼的人全部赶散了 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杰克想要转身就走 但是又忍不住 再对这个骄傲的女人多说几句 你为什么要开除罗曼 妮可说 他做了不可饶恕的道德问题 这句话让杰克误解了 对你可说 这个时候妮可才说起 罗曼做的没有道德的事 打了男孩 而且还私自偷他们没有烙印的牛 卖给隔壁的农庄 而且自己的丈夫可能就是发现 这件事情被杀的 所以这伙人就是坚守自盗 杰克听到这些话 对妮可说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干的那些勾当 杰克冷静下来 然后劝妮可 你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 还是把剩下的牛 全部卖给隔壁的农庄吧 这样至少你可以拿到一大笔钱 然后回到英国去 妮可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他哪里受到过这样的贬低 但是看着杰克要离开这里 他这下彻底慌乱了 跑上去 等等 牛仔 求你了 杰克看着这个高贵的女士 竟然低下头 甚至跌落在地 多少有点心疼了 就在最后妮可终于开始放大招了 他愿意将自己的黑旋风送给杰克 只要他愿意帮他把牛给卖了 杰克看着俊美的马 然后看看妮可 说就凭我们三个人要赶1500头牛吗 这个不现实的 就这样为了黑旋风 杰克正式接下了这个任务 他开始挑选牛仔 而现在问题来了 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牛仔 赶这些牛最起码要七个牛仔 现在加上女的牛仔也只有五个人 妮可忽然看到东方小伙 说让他也来一起赶牛 但是东方小伙却不会骑马 财务也不行 天天醉醺醺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下马了 就在这个时候 男孩终于自到奋勇 推荐自己可以 而且马术非常好 那现在还差一人 这个时候妮可开始说自己可以 杰克肯定不相信的 其实妮可在英国 可是有自己的马场的 骑术从小就开始练习了 但是当马儿在杰克面前 跑来跑去的时候 彻底笑坏了所有的人 这个根本不是骑马 而是跳舞 能笑着肚子疼 看来马场和大草原 还是很不一样的 就这样他们的行程终于开始了 首先要将散落的牛给找回来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任务 看着妮可的马术衣服 多少有点贵族的气质 杰克实在看不下去 走上去告诉妮可 赶牛是需要靠马 堵住牛的视野的 而不是大喊大叫 听得妮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通过几轮的学习 妮可已经掌握了赶牛的技巧 妮可多少还是有点聪明 现在他们开始打包行李 就在这个时候远方来了一辆车 男孩的妈妈一看就知道是治安官过来抓儿子 就立马让儿子爬上水箱里 东方小伙也立马上去把散落的行李捡起来 治安官开始询问东方小伙 问男孩是否在这里 小伙说着上海话 压根就听不懂 看着小伙细皮笑脸的 长官也没有说什么 就开始去找妮可 同时另外一个警员打开了水箱的水龙头 这边在放水的同时 水箱里的水也在灌入 谁也没有想到 男孩的妈妈想要去把男孩给拉上梯子 结果梯子却断掉 两人全部淹没在水箱里 就在这个时候长官已经听到了水箱的音响 他看向那边 并对妮可说 他们会调查杀死他丈夫的凶手 现在最大的嫌疑人是土著人的组长 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找到 而此时水箱里的妈妈已经坚持不住了 水已经漫过了他的头 孩子在里面大声地呼叫着人来救命 但是风轮的转动声掩盖了求救声 当这些人离开后 杰克立马爬上去 但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孩子的妈妈就此离开了人世 彻底离开了 当地土著人死后 他们需要交给当地的组长的 就这样他们朝着山上呼喊组长 告诉他他的女儿去世 然后由组长去燃烧他的尸体 而此时失去妈妈的男孩非常痛苦 杰克对妮可说 你是女人去安慰一下男孩吧 妮可说自己从来没有带过孩子 在杰克的眼神鼓励之下 他非常小心地靠近男孩 妮可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 正好看到报纸上有绿野仙踪的故事 然后就对男孩说起了绿野仙踪的故事 说着说着男孩就笑了 就入审了 他开始向往自己也要像故事里的女孩那样 能遇到一个稻草人 还有铁皮人 然后和他们一起找到脑子和心的故事 说完故事 男孩忽然对妮可说 他也有一个神仙在梦里和他说话 曾在梦里说过他会帮助妮可把牛赶到铁皮船里 妮可问 你愿意帮助我吗 男孩说 愿意 就这样通过绿野仙踪的鼓励 他们也开始了寻找心和脑子的旅程 第二天他们开始整装出发的时候 财务胖子终于下定决心 扔下酒瓶 骑着马来到杰克的面前 现在因为男孩妈妈的去世 只能让胖子加入了 杰克开始对六名牛仔训话 首先整个队伍只有一个老大 不是主人妮可 而是他杰克 所有的一切必须要听从杰克的安排和指挥 另外每一个人不存在谁照顾谁 必须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和责任 在路上如果因为某人拖后腿的话 那就会耽误所有的人 他们意气风发全部同意杰克的话 就这样浩浩荡荡的牛群开始启程了 这个队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平凡 有男牛仔 也有女牛仔 有酒鬼还有小孩 更加有一个不会骑马的东方小伙 杰克帅气的脸庞都禁不住露出愁容 而就在他们启程的同时 隔壁庄园的庄主和局长已经知道了消息 他们对罗曼说 这个女人能这么快就启程 肯定有人在帮助她 要让罗曼去调查一下 一场危机正在靠近这支队伍 那么他们能完成这次的任务吗 KD决定会持续讲述这个感人的故事 并用KD独有的解说来深刻的破析那种来自灵魂的爱慰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注定是相互吸引 但是不一定相互吸引的人就一定能走到一起